这个周五起就是双十廉价了 很多人可能周四晚上就出发 要返乡或者是旅行 但是上一次中秋廉价被台风扰乱了 交通陷入噩梦 那这一回呢 我们首先来看 虽然台铁它早在9月24号就已经开放网络订票了 但一直到今天 很多热门时段的东部干线西部干线 因为加开的班次不少 所以还有一些零星的余票 尤其是台铁网站上这次开放 有这个网络查票的功能 所以可以逐一的查询 高铁的部分呢 也因为有加开不少的列次 一直到刚才有查询 即使是周四的晚上 或者是周五上午的南下列车 还有周日晚上的北上列车 也都还有座位 但是都已经列出了座位有限这个字样来了 再来我们看国道的部分 驾驶人可以多多把握的就是双向免费的时段 也就是10月9号和11号 前一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 也就是半夜如果开车的话 是可以双向都免费的 另外还有就是收费是采单一费率 也就是没有20公里的优惠 长途也没有折扣 国道5号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实施高承载管制 10月9号跟10号是南下杂道要管制 10号和11号是北上杂道要管制 特别提醒您留意 乘客行李大包小包通通挤在高铁票闸口 就连台铁也没幸免 被形容宛如逃难一样 中秋廉假遇到台风搅局 书运大打劫 就连国道也是塞塞塞 国道5号时速一度零公里 交通部还为此道歉 双十廉假这个周末登场 交通部这次批封得很紧 这次我们也特别去查了一下 我们的气象的预报的状况 目前来看三天廉假的气候状况 我们目前看来的气候状况 都是相当良好的 除了参考中央气象局 双十输运抵照中秋廉假高铁部分 10月8号到12号加开94个班次 共开了769班输运 而台铁同样五天输运 加开187个班次 还特地增加台北罗东间的区间快车 行车时间只要1小时46分钟 票价只有100元 9月底就开放民众购票 而国道输运最塞的国道5号 交通部再次给民众承诺 旅行时间原则上都控制在 所谓一个半小时以内 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 太大的用舍的出现 常态性的状况 比如说从宜兰回到台北 原则上我们看到的时间 都还是在一个小时左右的状况 双十年假国道部分预计 10月8号傍晚就会开始出现 一波车潮 预估车流量上看280万辆车次 民众只希望秋节交通大打贼的悲剧 别再次上演 有点TV 陈俊俊 周围 这次特别报导 再次移民来回来 三号 الق supply 请不吝点赞 �ガ Aqu